六成的大马人是越光逐 越美出粮越终就洗晒 你是否其中一份子啊 到了退休的时候怎么办呢 新冠疫情高峰时期 尤其是MCO期间 相信你都听过身边有人说 哎 钱到用事方行少 平时存不够钱 现在无功开一身矮 MCO解放之后 我一定要滴起心肝存钱 绝对不会重蹈覆车 如今我们终于摆脱疫情封锁了 但是当初立下的目标 有没有做到 你好 我是Easy 最近看到一份由 大马资本市场研究所ICMR 针对二千多名大马人 做的调查结果揭露 64%的受访者 承认自己是月光族 每个月底拿到份人工 刚刚可以调命 身上是织不出一丁点的储蓄 当中甚至有不少人 由公积金户口里提款出来救急 认真是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 这里提到的由公积金户口提款 未必是之前透过 iSinar iLestari 或者iChitra 这些特别提款计划 大部分人是由 EPF Account 2 拿钱出来 还房屋贷款 装修家 供小朋友读书 或者健康原因之类 而且这群人当中超过七成 年过五十 即将要退休的了 但在公积金户口里面 都不到五十万Ringgit 想要安安稳稳退休也挺难 我们周不时说 公积金里面的钱 不可以立乱碰 否则退休日子极难过 但有头发又谁想做辣泪 ICMR这份调查结果 也揭露 大部分受访者并没有保险旁身 尤其是接近退休的人士 2022年的数据 大马人的保险渗透率只有54% 反观隔离的新加坡200多% 换言之 每一个新加坡人平均拥有两份保单 但每两个大马人才有一份 Touchwood如果有什么东瓜豆腐 这批没有保险的大马人 将会面对更加严峻的财务挑战 之前听过一位前辈说 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士的差距 就是一场大病 我们整日伸 生活费不断上升 医疗费用更加是这样的趋势 更何况疾病无色无味 当他杀到来的时候 我们根本完全没有防备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大马有170万人患有糖尿病 高压力或者高胆固醇的毛病 每5个18岁以上的人当中 就有1个有糖尿病 每10个人就有3个生活在高压力的环境当中 这些境中都需要我们多加厌防 我好明白 百物通胀的年代生活逼人 但是拥有一份保险 尤其是医疗卡 和准备一笔退休金 是每个人都需要有的基本需求 同一个时候 请多多吸收财务上的信息 提升自己的财商和理财的技能 希望3分钟经济好easy 这个单元可以劣尽勉力 每日给你少少的相关资讯 今天就谈着这么多 3分钟经济好easy 搞动经济好诡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